《新年代》 《新年代》 我是许肖 名是秀琴 肖秀琴 我们今天是要煮的是煮这个 我们客家的传统的菜 叫做蒜盘子 那个蒜盘子我们做到总是一粒一粒 好像蒜盘一样 过年一定要吃这个蒜盘子 每一年都要赚很多钱 我们今天一年是贵 赚多多 心旺旺 这样子 以前是我妈妈在的时候 一直跟着我妈妈做 我44岁我妈妈去世了 那个走日本时期 有些人有放豆腐 我们都不要放豆腐 豆腐因为我们觉得有点软软 蒜盘子最好我们一做了一炒了 就当场要吃 不要等它太迟 太迟来吃它不软了 家人喜欢吃这个传统 有的时候我们有朋友来 有的时候有主来 也是叫他们来吃 他们也是很喜欢 现在我们开始做整个蒜盘子 开始切雾头 第一个问题就是切雾头去煮先 现在放下去煮芋头 那么煮芋头要放一点盐下去 然后煮芋头 大约是半个小时 那个时候我拆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芋头大约是半个小时 你就会知道了 那个薯粉稍稍要放 稍稍下去 那个薯粉才会熟 这个要大大地来拆 比较快 比较快 我们的手要这样 它就会有个洞 要美 现在这个蒜盘子拆好了 我们现在要来的煮 给它浮起来就熟了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要炒 我们现在放那个蒜头 我们现在放这个油鱼 然后就放香菇 放猪肉 酱芹 木耳 有点粉 放虾 现在我们放这个蒜盘子 这样我们这个蒜盘子就够成功了 这个蒜盘子就够成功了 看到了 我们下集完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